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行为就可以积累到因德 所谓阳德就是有漏之福 有些人经常行善己德 但却同时又去消耗自己的福德 例如一个人做了一件好事 又享受到了这件事给他带来的荣誉感或自豪感 那么他所经历的福报就会被消耗掉 而因德不同 因德是无漏之福 简单去理解就是你积累了福报以后 不去消耗福报 使福报一直凝聚在你的身上 时间久了 你身上的福报越来越大 甚至可以汇集子孙后代 而且从面向学角度分析 如果一个人积累因德或者阳德之后 脸上都有相应的文像出现 而且做了一些亏心事或一点点善事 在你脸上不是一下子明显表现出来 但你如果做了个大坏事或大善事 多坏事或者多善事 脸上就会现出来 表现做坏事或善事的缺德文或者因德文 那因德深重的人有哪些面向特征呢 怎样做可以积累因德 小酱汁今天给酱友们讲讲 一 因德深重的面向特征 一 印堂 印堂号命功 主一生容枯 人如果做了亏心事 或者祖上师德或前世师德 会有一条玄真文 这条玄真文上课父母下课妻儿 这个课不一定是课死 很多都给父母妻儿带来很多麻烦及不幸 有一个朋友就是 后来叫他放生行善改过 约三年后发现他的玄真文转角了 他的玄真文本来是垂直的 后来变弯了 转到另一边去了 这叫玄真转角 转厄运为吉祥 人从前总是倒霉 父母妻儿四人 总是转留生病 他赚多少钱都不够给家人看病 生活上也总是百不如意 可现在生活慢慢顺利顺心 开始从倒霉转向如意了 二眼下 眼下称为紫西宫 阴德宫 是主要表现一个人德行的地方 从小眼下都是平满的 有黄明之光的 世卫有素德 有仙谷 从小就如眼带或黑眼圈 或眼带下线 是属于先天精气神不足 先天善虚 所以相法上 说这种人子稀弱 不容易生孩子 所以这种要勤修静 清心寡欲 广及阴德 眼影影卧蚕 中医都知道 眼下黑暗下险 是严重的身亏 甚如精气 精气严重亏损 灵和正道 精气饱满来源于清心寡欲 固有道之士的眼下是平满 如隐影卧蚕的 因为眼下大吉之色 是黄明之色 如蚕蚕之色 故称隐影卧蚕 广及阴德 做了很多善事的人 眼下会有一重或二重或三重 细如丝的细纹 此细纹而有光泽优美 是明阴德纹 若善人行善 广丽众生 眼下就会出现此纹 如果你常行善 眼下出现了阴德纹 那恭喜你 这是增福严寿 子贤松贵之征兆 如果你常行不善之事 即发不善之心 眼下会发黑下陷 发黑下陷还是一般的 珍重严重的是眼下出现竖纹 如针眼 此乃克子行孙之兆 三脖子发光 人要的长生不老 青春涌住 脖子上的喉咙 要打开 如果一个人喉咙打开后 不管是一百岁二百岁 脖子都是不显老的 四法令文 法令文也是表现 艺人的德行的文 此文一般中年后才出现 法令入口 名恶死相 又名藤蛇入洞 虽然法令入不一定恶死 但最起码老来孤苦 此文是随人的心态 行为变的 行恶则入口 行善则可把藤蛇入口 变为贴口延长至下巴 这种法令为寿代 如果你的长辈有这样法令入口文 不要紧 反省忏悔 长行诸善 法令自然会延长过口 如果原先只有一条法令文 后来行善改过后 在原来的法令上 像树枝一样 又生出一条 名双龙出海 既受又富贵之征兆 乃善业福报 五 言寿毛相 如果一个人一生行善 不悔不疑至晚年 眉尾会生出三五条特长的眉毛 此眉毛五彩眉 乃得众望 年年益寿之征兆 幼儿内生毛 乃高寿之节兆 有中老年人 头发从额头日月角开始向后脱发 亦是吉兆 如果中老年人头发从领百会出前脱发 从里到外脱发 乃凶兆 德行欠缺之下 当指罪恶善 转恶运为吉祥 二 如何做可以积累因德 一 多结善缘 我们与人交往的时候 不要与人结下恶缘 广结善缘 其实就是在积累播报 世间一切皆是因缘和合而成的 人与人会相遇 也是因为有缘分的合成 如果你经常结恶缘 就会经常遇到使你倒霉的适合人 就会经常损靠自己的播报 若是能广结善缘 哪怕与人相处时 学会经常换位思考 多站在对方的对立场上想问题 就能积累无数的功德 积德行 善不在于你做了多少伟大的事业 而是从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小事 积累而成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只要坚持与身边的人结下善缘 将来你就会能收到善果 举头三尺有神明 其实这里的神明无非就是因果 因果报应是真实不虚的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因果报应是真实不虚的 作为 作恶就算无人看见 恶因也必然会形成恶果 古人说 远在儿孙 尽在身 如果我们能做到一个相信因果的人 这件事本身就是功德无量的大善事 很多人认为 行善就一定要有行动才行 其实不然 一个人只要心生善念 这个善念 也是一件善事 也会带来一个善果 佛教认为 使众生造业的除了行为 想法是善的 就会造下营业 想法是恶的 自然也会招来恶果 三 清净口业 佛教认为 说话其实也能积累福报 就看你经常说什么话 业是患苦之门 获累之始 如果你能去清净自己的口业 不说妄语 两舌 口 这些造业的话 经常说善事 利益他人的话 福报就会越挤越多 不要乱说话 尽量少说话 多做事 能不说话 就不要说话 四 孝顺父母是最 孝顺父母是最基福报的 佛教经典说 善男子 是固如也 勤家练习 向养父母 若人供佛 福等无益 其实孝顺父母 就是在供养佛菩萨 只要坚持孝顺父母 功德远在 大于你每天 都去拜佛烧香 经常孝顺父母的人 可以得到四种善果 第一 颜色短正 第二 力气风 气力风强 第三 安稳无病 第四 健康长寿 常说面由心生 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所以大家尽量 要多基因得 以上这四件事 最基因得 一定要多去做 保持一颗善良之心 是 给自己积累 更多的福气和运气 好了 今天的分享 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 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 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 命理内容